再来关注伦敦奥运会的消息 台北队选手庄志渊在2号举行的乒乓球男单同牌争夺战中 力图要为自己争取第一面奥运奖牌 虽然比赛中一度取得了2比1的领先 不过最后被德国选手连赶三盘 最终以2比4落败与同牌无援 不过庄志渊虽败犹容 因为这已经是中华台北队在奥运会男子乒乓球项目上所取得的最好成绩